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好了 你看看 怎么样 有没有胃口 现在呢 咱们先炒花生 这是小火炒 不要太大的火 就糊了 小火的炒 炒这个是不放油的 不放油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好脱皮 你要放油的话就粘住了 它就脱不了皮了 长巴了 别糊了 咬点火 这个炒完了 你看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搓一搓 它这个腾就开了 就掉进来了 这个搓 搓掉了也就可以了 有打碎机的呢 搁打碎机也可以打碎 我就用塑料袋里搁到塑料袋里搁饼杆 把它搁碎了 搁碎了 就也可以 咱们把发生米倒到塑料袋里 给它搁 搁碎了 拿盖饼杖 它这么碎就可以了 你要假如说 要再想碎点再擀一擀也可以 咱们现在就和这个馅料 好 搁点这杏仁粉里头 加蜂蜜 蜂蜜呢 你可以搁的那个 你看这个效果 是钻 是一个团 你一碰呢 就松开了 就达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这料呢 咱们现在就和完了 咱们就开始整面了 这个面 这个面是我跟做面包的面是一样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做面包的视频 咱们就要拿到这个面包 然后再来做面包的面包 擀好以后 得搁到冰箱里头 冰箱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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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里面包的面包 然后再来做面包 一个面包 你怎么吃 那么多 你怎么吃 你怎么吃 这些面包 可以 搁到冰箱里 搁到冰箱里冻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 把冰箱拿出来了 打开 搁到这个面上 搁到冰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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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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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